又有最新的MeToo视线了 这一回被点名的是64岁的资深歌手陈生 那点名她是叫做吕伟佳 吕小姐她是一名女性的唱片设计师 那她很勇敢地在脸书上面告诉大家 时间点是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是因为要有唱片之间的合作 所以陈生邀请她到她的工作室双方来去谈 那在会谈的过程当中 陈生有喝酒 那最后在喝酒的情况 已经有点盲掉的情况之下 陈生居然就为她说 要不要跟我做爱 对这个吕小姐讲了三次 但每次讲完之后都说 我是开玩笑的 我是开玩笑的 但即便这样的开玩笑 还是让吕小姐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吕小姐她就离开现场了 好那隔没多久 陈生的团队就有跟这个吕小姐道歉 那吕小姐说好啊 那既然你们要道歉可以嘛 那就公开道歉 但这个道歉好像跟吕小姐想法是有落差的 那么他们就所谓的是道歉信来 但道歉信来呢 就是来来回回的改去推脱 那最后那一份的信 甚至呢 把这个陈今啊 陈生对她的言语性骚扰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绝口不提 所以让这个吕小姐觉得 她被骗了 她的同情心呢都被利用了 那这一回呢 她愿意再一次说出来 是因为在七月底的时候呢 陈生她跟新宝达康乐队要扮演唱会 那也只能说很巧的是哦 新宝达康乐队前一个团员嘛 然后上一个团员呢 黄连玉不是也是被指涉嫌这个me too吗 这一回是陈生被点名 好那关于这件事情呢 陈生也随即也发了脸书 要告诉大家 她说啊 当时的谈话 她表现太过于急迫了 用了非常无理跟不当的对话方式 带着涉及性与侵略的攻击汇语 那么让她觉得非常的抱歉 那这些阴影呢 埋在你的心里这么多年 真的感到非常抱歉 好这是陈生最新的道歉声明 那也证实了当时的确 有对吕小姐说出非常不雅的字眼 让她身体跟心理感受到相当的不舒服 好这是目前最新一起的 迷途事件